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晨早 新聞 報道 各位 今天5月4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一節新聞 我王俊賢 俄羅斯入侵沃克蘭第434日 莫斯科實物聲稱機庫策動擊殺總統捕捉行動 最終成功阻止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否認 外界猜測襲擊只是俄羅斯的Foxfag襲擊 澤林斯基著身在荷蘭海牙表示 但在4月俄羅斯已犯下6,000宗戰爭罪行 要求盡快展開刑事調查 莫斯科昨日聲稱烏克蘭發動無人機襲擊 計劃用兩部無人機在克里姆林宮擊殺總統普京 最終成功攔截 有關片段顯示 當時凌晨2點半 無人機飛入克里姆林宮上空 之後被擊中爆炸 位置是在克宮後方的Sanit Palace 亦是普京居住位置 克里姆林宮證實 普京當時不在宮內 直至今次是早有預謀的恐怖襲擊 企圖失害總統普京 但至今未公布任何和烏克蘭相關的證據 澤林斯基極力否認 表明烏克蘭沒有在莫斯科襲擊普京 烏克蘭在自己土地上擴戰 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說 一切都是預計之內 俄羅斯正準備大規模恐襲 所以才是克里米亞拘捕被子顛覆的分子 之後再在克里姆林宮展示被襲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昨日回應說 目前並無法證實事件 強調對俄羅斯政府說法有極大保留 他又說如果烏克蘭要攻擊俄羅斯領土 美國也不會譴責他 並且說都是烏克蘭所作的決定 今次撤殺普京失敗 有不少分析認為是俄羅斯自編自導自演 目的是合理化大規模動員 應對烏克蘭隨時發動的反攻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學院估計 兩部無人機極不可能穿越多層防空系統 並且在克里姆林宮中心上空引爆或被擊落 也剛剛好被鏡頭完美捕捉到被擊落的音樂 認為很大機會是俄羅斯一次false flag 以強調俄羅斯國民安全受到威脅 並且為更大規模動員做準備 根據研究學院分析 不少有份量和影響力的QOL 都大力呼籲莫斯科升級戰爭 同時批評克里姆林宮 允許渡難越過多條紅線 而不作報復行為 但分析提到 和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blogger 一直都反對官司升級 估計這次false flag主要目的是 證明增加動員措施的合理性 而並不是任何形式升級 俄羅斯前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梅德偉傑夫 直至經過這次恐襲 已別無他選 一定要殺死扎蓮斯基和他的黨域報復 而國家杜馬爾長就呼籲出動武器 阻止和打擊機父恐怖分子政權 扎蓮斯基出訪荷蘭 在海牙參觀國際刑事法庭 之後發表演說 華世界都希望普京出現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上 見到普京被判罪成和監禁的樣子 也肯定當沃蘭戰勝時就會發生 俄羅斯在過去一年 在頓巴斯有幾百萬次襲擊 在報紮大逗塞 在沃蘭領島上設立集中營 被俄羅斯拘捕的人被戰磨 指控俄羅斯單在4月 已犯下6139宗戰爭罪行 當中造成207個平民死亡 包括11個小朋友 而昨日在克爾松的襲擊 造成23人死、49傷 扎蓮斯基促請國際支持對俄羅斯大審判 類似針對納粹德國當年戰爭罪行 展開的納倫堡大審判 扎蓮斯基說這場戰爭並不是沃蘭想要 但是沃蘭會抵抗到最後 也會以武力解決 感謝荷蘭向沃蘭提供武器 並且再促請各國向基庫軍事援助 另外克爾松今週末將會實施戒嚴 其他消息 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登 星期三有學生持槍和汽油彈 在學校槍殺8個學生和1個保安 另外7人受傷 當局說由於男童未滿14歲 不會就殺人事件承擔刑事責任 襲擊發生在星期三上午8時40分 那個男生偷了爸爸兩把手槍 在學校射殺7個女生和1個男生 1個保安人員中槍身亡 另外7人受傷 官員說襲擊者被捕後仍毫無悔意 已送精神病院 而襲擊者的父母同樣被捕 隨著人工智能AI普及化 社會開始憂慮AI對人類造成的負面影響 英國競爭及市場局會探討 AI是否會對公司企業之間競爭造成不公 AI之父Juphrey Hinton日前辭去Google職務 表明對自己有份創造AI感到後悔 擔心不犯之徒會利用AI達成其他目的 他又說假以時日 AI智慧將會超過人類 而且比人類大腦 存更多資料量形容是多可怕 英國競爭及市場局CMA正針對AI展開調查 審視有財力運用AI的公司 會獲得不公平優勢 對市場造成不公 CMA說會與專家和商界領袖制定指引 在AI發展普及之下保障消費者權益 不少AI巨頭在3月要求暫停發展AI半年 處理目前外界對AI潛在威脅 Twitter行政總裁馬斯克和蘋果公司的 玉茲尼克都簽署聯儲信 說AI競賽失控 並且提到AI與人類之間的競爭 可能會對社會和人類造成極大危險 聯儲信表明必須要小心處理先進AI技術 但過去幾個月 各大研發AI的實驗室在發展的過程中失控 過分利用史無前例的數碼力量 但卻沒有能力駕馭技術 警告AI將會令假信息氾濫和散播 而自動化亦會取締人類工作 研發出GPT的OpenAI在一篇網上文章警告 如果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以魯莽的方式發展 會對世界構成極大威脅 專制政權如果擁有接近AGI的話 效果不堪設想 形容各方共同減慢AGI發展速度是重要之舉 不過OpenAI未有公開回應有關聯著信 Google、Microsoft、OpenAI和Anthrobic高層 與美國副總統何錦麗見面 商討圍繞AI的問題 路透社報導說 總統拜登期望科技巨頭能確保產品在推出市場前 通過安全測試 各國正加緊研究監管AI法律 包括英國、美國和歐盟 不過英國已經排除成立AI監管機構 看英國消息 英國政府2021年 推出5加1居留簽證方案 比持有英國國民過湖海外護照BNO的香港人 循這個途徑移居當地 根據內政部文件 BNO移民政策要到2025年檢視 南華早報報導指出 英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戴衛生表示 英國自力為香港人開放移民渠道 當時並沒有討論要改變承諾 而政策最少延續到2025年 內政部2020年文件 推算BNO簽證在2021年推出至2025年之間 最多會有83萬宗申請 正常情況有25萬7千宗 不過去年評估報告向下修訂推算數字 最少情況 5年之間只有25萬8千宗申請 正常情況有29萬 最多32萬2千宗 文件顯示截至去年4月 合共收到12萬3千宗申請 10萬7千宗木批 255宗被拒 轉一下 中國駐加拿大一個外交官 被指示圖恐嚇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莊文豪 和他在香港的家人 莊文豪呼籲埃泰華當局 將涉事的中國外交官驅逐出境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說 中方一貫反對任何國家干涉別國內政 從來沒有興趣干涉加拿大內政 中方同時堅決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堅決反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國利益行徑 加拿大環球郵報日前引述機密文件 和國安消息報導 莊文豪前年1月投票支持譴責涉及新疆人權問題動議後 中國情報機構派人搜集他可能身處中國的真屬資料 或有進一步制裁行動 而中國駐多倫多總領館一個外交官有份參與 中國外交部宣布 應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國家副主席韓正 將會出席星期六在倫敦舉行的國王加冕儀式 另外,韓正英葡萄牙和荷蘭政府邀請 星期日到下星期五訪問兩國 他財金消息 美國聯儲局加息四分一來 指標利率升至五到五點二五來 儀式聲明山去暗示進一步加息措施 並且考慮政策收緊對經濟活動和通脹的滯後影響 主席鮑威爾認為利率只接近甚至可能已達到終點 可能會暫停一段時間 香港金管局認為市場對美聯儲減息預期過度樂觀 認為香港利率仍然會慢慢上升 香港匯豐、中銀、渣打、恆生、東亞等多家銀行 宣布上條最優惠利率0.125來 2021年六四度年晚會被警方禁止 已解散的支聯會 副主席周恆彤被控在六四前 在Twitter和明報發表文章 善惑市民去到維園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早前莫高等法院法官張惠寧裁定上訴得席 撤銷定罪和認罰 律政司申請上訴到終審法院莫法官批准 司法機構網絡顯示案件排期到6月8日 在終審法院開庭主理上訴許可申請 預計要1小時 雖然周恆彤在本案定罪和刑罰已被截銷 但他目前仍需要就支聯會涉及顛覆國家政權案還押 香港台一次新聞報導員 您可以去證明